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7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在两党总统候选人举行辩论的一周后 副总统贺锦丽对前总统川普的全国领先优势扩大到6个百分点 周二公布的Warning Consult民调发现 贺锦丽在可能选民中获得了51%的支持率 超出了民调的误差范围 川普的支持率则为45% 大约2%的人表示更青睐其他人 2%的人没有倾向 Warning Consult指出 贺锦丽获得了她迄今为止的最高支持率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在民主党人 2020年投给拜登的选民 自由派 女性 18至34岁人群和千禧一代中迄今为止的最佳数据推动的 贺锦丽在关键的独立选民中保有同样的领先优势 受到47%的人的支持 41%的独立人士支持川普 6%的人更青睐其他选择 贺锦丽和川普都在争取年轻选民 民调专家指出 他们是本次总统大选中剩下的人数最多 尚未拿定主意的群体之一 其中 贺锦丽获得了56%的年龄 在18至34岁之前的年轻选民支持 川普在该团体中的支持率只有41% 贺锦丽同样在非裔选民中领先优势突出 获得高达78%的非裔选民支持 川普在该团体中的支持率只有18% 民调还对一周前举行的总统辩论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在观看了辩论的选民中 61%的人认为贺锦丽是赢家 其中包括1%的共和党人 约33%的选民认为川普在辩论中表现更突出 在选民好感度方面 贺锦丽也占据优势 在接受调查的可能选民中 53%的人对她持积极印象 44%的人对川普持积极印象 根据The Hill Decision Desk HQ民调综合数据 贺锦丽在全国的支持率领先川普三个百分点 获得49.6%的选民支持 而川普的支持率为46.2% Morning Consult的民调完成于9月13日至15日 1.1万名可能选民接受了调查 误差幅度为一个百分点 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 如果未来几个月有回国计划 不妨多关注一下近期多条跟航班相关的消息 包括回国航班的行李新规 以及中加 中美航线大幅增航等事宜 国泰计划增加北美航线直飞频率 加拿大每周累计增至28班 近日 国泰航空Casic Pacific更新了2024到2025年东春航季的航班计划 其中包括增加大批香港往返北美的航班 在最新公布的航班计划中 有两条航线值得关注 分别为香港多伦多和香港温哥华 其中 香港多伦多从2024年10月27日起 从每周10班增加至13班 从2025年1月2日起增加至每周14班 此外 香港温哥华从2024年10月27日起 从每周10班增加至11班 从2024年12月1日起增加至每周14班 要知道 对于很多华人来说 回国从香港转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新的增航计划也意味着 如果有计划明年年初回国的话 国泰中加航线每周累计有多达28趟航班 无疑是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 如果愿意从美国转机的话 可选的航班就更多了 根据国泰最新航班计划显示 他们还增加了不少美国往返香港的航班 当然 也有一条坏消息大家需要提防 那就是多条加拿大回国航线出新规 大砍托运行李额 早前 加航宣布将国际航线的免费托运行李额 从两件减少至一件时 就曾引发不小的轰动和网友吐槽 如今 川航和大韩航空也陆续宣布 将部分经济舱乘客往返加拿大的托运行李简至一件 不少计划回国的旅客将受到影响 自此 中国大陆直航往返加拿大的众多航空公司中 只有南航和海航依然执行经济舱两件托运行李的规定 与此同时 很多加拿大华人回国的另一个热门选项 航国中转 同也将受到行李额被砍的影响 众所周知 搭乘国际航班往返中国和加拿大的旅客中 很多都有携带行李的需求 因此减少托运行李额的新规将影响很多人 如果届时不得不花钱购买行李额度 这反而意味着机票的变相涨价 大家在订票时 可一定要看好行李托运政策 Home Depot将支付近200万元 以和解加州地方检察官提出的民事执法索赔 该索赔称这家家庄公司涉嫌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 在圣地亚哥高等法院提起的诉讼称 Home Depot的顾客将商品带到结账处时 他们要支付的费用高于货架标签或商品本身上所写的金额 洛杉矶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周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此类违规行为被称为扫描仪违规行为 虽然该公司没有承认过错 但它必须支付170万元的民事罚款 以及27.7万多元的调查费用 以及支持未来的消费者保护法执法 判决裁定Home Depot必须实施价格准确性计划 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是破坏消费者信任和扭曲市场的严重违法行为 洛杉矶郡地方检察官乔治·加斯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对于美国第五大零售商的Home Depot来说 民事处罚只是九牛一毛 今年3月Home Depot宣布将以183亿元收购SRS Distribution 这是一家大型建筑项目供应商 其主要客户是专业屋顶工 园艺师和泳池承包商 加拿大的租房乱象已经到了难以收场的地步 最近一位宾顿市议员罗维纳桑托斯称 租房广告正在剥削绝望的国际学生 尤其是女孩让他们以性换租 市议员表示 这种可怕的情况始于疫情期间 该市目前别无选择 罗维纳说 由于该市缺乏合适的学生住房 国际学生最终陷入了饱受房东剥削的可怕境地 Facebook Marketplace Kijiji等分类网站上的广告 越来越多的包括互惠互利的租赁关系 作为对潜在机场的奖励 担心的居民透露了这些广告 其中包括6XBus TV最先报道的一则广告 该广告为潜在的假期者提供了免房租 食物和200家元购物奖励的选择 而条件却出卖身体 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 许多年轻女性甚至不理解性和性认同的含义 其中一些人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互惠互利这个词 让事情变得更加可怕 特别是如果这些学生已经在寻找地方住或生存而苦苦挣扎 Royna还指出 其中年轻女性已经怀孕了 她们因为羞耻不知所措 她们也不敢回家 作为第一个拥有与国际学生生活质量相关的宪章的城市 宾顿市也是住宅租赁许可重点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以住房为中心 但市政当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如果房东提出投诉市政府无法处理 只有房东租客委员会可以处理 他们的投诉清单太长了 以至于收到了租客 那些糟糕的租客最终会在那里住上好几年 由于RRL该市正在聘用39名新的章程局长来执行市政当局 在与房东打交道时可以控制的规则 确保他们保持财产健康和安全标准 丹尼斯补充说 他期待着与该省合作 帮助我们如何在城市中采取行动 制止我们看到一些学生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 而该市市长帕特里克布朗则表示 该市的执法团队勤奋而专业地回应了广泛的投诉 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下令俄军扩军18万人 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他第三次下令扩军 根据普京在克里姆林公网站上发布的命令显示 普京下令将武装部队总规模扩充至238万人 其中现役军人将达到150万人 普京此前的两次扩军令分别使俄军扩军13.7万人和17万人 此外 俄罗斯还在2022年9月和10月动员了30多万名士兵进行演习 不过这导致数万名士兵男子逃离俄罗斯 拜登政府周五宣布将采取措施限制低价值货物 以免税方式进入美国 调整现行的800美元最低限度免税门槛 该门槛已被Shine和Tamo等中国电商平台广泛利用 白宫官员表示 他们将提出新规定 在涉及那些包括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依据232条款对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 以及依据201条款对太阳能产品和洗衣机等产品征收的保障性关税时 低价值包裹不再给予税收豁免 新规则还将要求对小包裹进行更多的信息披露 帮助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 更有效地识别包裹中的非法或不安全商品 特别是涉及制造致命阿片类药物或芬泰尼的化学品 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美国工人和企业有能力胜过任何人 但中国电子商务平台长期以来滥用最低限度豁免 规避关税 据City News报道 多伦多司机如果被抓到堵塞在路口 也就是俗称的blocking the box 很快就会面临更高的罚款 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和副市长将于周一上午十一宣布提高罚款金额 以震慑这种堵塞路口的行为 市议会此前批准了MC Calvi提出的一项动议 要求省政府允许将对堵塞路口司机的罚款 从原来的85加元提高到450加元 如果司机在社区安全区罚款将从120加元增加到500加元 多伦多还在考虑加强执法的方法 因为根据堵塞路口条例所开出的罚单很少 阻塞车辆的通道是最不体谅他人的行为之一 根据路口的不同 你可能会堵住其他试图合法通行的司机 公交车乘客 行人和其自行车者的道路 你的不良行为浪费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 并加剧了交通拥堵 是时候发出强烈信号 阻塞路口会让你付出代价 阻塞路口是指车辆进入路口后 由于前方有车无法在绿灯时通过 而在交通灯变红时堵塞在路口的情况 反过来 这会导致其他方向行驶的车辆在获得通行权后 无法通过该路口 多伦多交通服务部门表示 为了避免阻塞路口 司机应尽量在路口外等待 直到能够完全通过路口后再进入 请不吝点赞路口